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10月中旬以来,再次升级对先进AI晶片的出口管制,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限制,更新的具体规则。 有台积电股东指出,回答目前为台积电无奈米制成第二大客户,影响可控,但对于台积电等晶圆代工厂来说,未来审核程序将更加严谨,制造流程可能会拉长。 法人指出,回答,AI晶片H100需求,多来自北美四大CSP云服务提供商与欧美AI初创公司。目前订单交货期长达36周左右,美国的禁令有助于缓解供应链产能吃紧问题。 不过,回答下一代高效能晶片H200预计2024上半年推出,下半年还有网发布全新架构B100,晶片面积加大,预计CoOS封装产能又将吃紧。 由于美国升级了AI晶片出口禁令,正在限制汇达公司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人工智慧AI晶片的销售,这是出口管制全面更新的一部分,旨在阻止中国获得高度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更严格的管制就是针对挥达A800和H800晶片,挥达在美国政府去年10月推出初步限制后,为向中国出口而生产了这些晶片。 这些限制措施,包括最新发布的更新规则,旨在阻止中国获取用于军事用途的尖端技术。 除了逻辑晶片,记忆体晶片也是所有设备的核心,帮助存储和访问智慧型手机、计算机和训练生成人工智慧模型的伺服器中的数据。 全球90%以上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晶片由三星、SK海力士与美光科技、Micron三家公司生产。 美光是其中唯一的一家美国制造商,正面临一项重大的挑战。 今年5月,中国网络安全部门表示其未通过安全审查,禁止向中国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出售部分产品。 美光执行长表示,美光大约25%的营收来自中国,其中大约一半的收入面临风险。 与此同时,美光已开始在印度建设价值27.5亿美元的组装和测试工厂。 试料机构Gartner的一名分析师表示,美光在中国拥有测试和封装设施,显然它们正试图走出中国,实现多元化。 此外,美光正在加倍投资美国制造业。 美光目前的领先晶片是在日本等地制造的,但美光的目标是从2026年开始,在美国爱达河州博伊西新建一座耗资150亿美元的晶片制造工厂,将先进的记忆体生产引入美国。 D-RAM和NAND记忆体晶片是比英特尔和AMD的高效能、CPU更便宜的半导体类型。 此外,生成是人工智慧,带动了挥达GPU的大量需求。 但GPU或CPU需要多个记忆体晶片来支持,因此制造记忆体需要更多的晶圆厂。 美光正在规划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晶片项目,在20年内斥资1000亿美元在纽约州北部建造4座60万平方英尺的晶圆厂。 美光执行长表示,美光的目标是大幅提高美国D-RAM产量的份额,目前该份额仅为2%。 美光通过晶片法案,支持在爱达河州博伊西和纽约州希拉丘兹进行投资。 在近20年内,美国占全球产量的2%将贬为约15%。 据悉,过去30年里,美国在整体晶片制造中的份额从37%骤降至12%。 这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建造和运营,一座新晶圆厂的成本比在亚洲高出至少20%。 亚洲的劳动力也更便宜,供应链更容易获得, 而且,政府的激励措施也更大。 因此,美国推出晶片与科学法案, 为在美国制造的公司补贴527亿美元,已将制造带回国内。 与此同时,台湾经济部表示, 在美中贸易摩擦、科技争端及东欧冲突等地缘紧张加剧的氛围下, 各国地区均重视出口管制法令。 除了台湾出口管制法规外, 出口厂商也必须关注国际相关管制措施。 台湾经济部称, 例如,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于10月17日发布, 扩大对中国半导体出口管制三项规则, 分别更新先进运算晶片及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内容, 以及新增13个中国实体至实体清单。 台湾厂商若使用美国技术、软体及设备等制造货品 与上述中国实体清单对象, 也需留意不合美国外国直接产品原则出口管制规定, 事前需向美国商务部申请出口许可证。 台积电台言, 虽然晶片禁令实际针对客户, 但该公司会审慎分析美国商务部的文件, 研究各项算力指标, 未来将提早进行审核。 法人认为, 美国禁令将增加晶圆厂、晶圆代工厂 甚至IP公司的操作流程。 由于美国新法案的缓冲期于11月中旬截止, 因此从业者均需抓紧脚步。 晶片IP、客制化、ASIC晶片等厂商, 仅提供IP授权或客制化开发服务, 实际的算力值需由客户、晶片代工厂提供资料。 因此这类公司受到的影响有限, 但也会审查客户资金来源等背景条件。 最终投片进入量产后, 晶圆代工从业者也会进一步审查。 法人认为, 美国AI晶片管制背景下, 台积电仍是行业标杆。 日本晶片设计商SoCNX于10月下旬宣布, 已开始研发300米ADAS及自动驾驶客制化SOC, 晶片将采用台积电N3A制程, 预计2026年进行量产委托台积电生产。 SoCNX是一家无晶圆厂晶片设计企业Fabless, 对车厂、IT企业等客户需求进行客制化晶片研发。 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 由富士通和松下之前的系统LSI业务组成, 在全球拥有约2500名员工, 总部位于日本横滨。 它由日本开发银行富士通和松下持有。 SoCNX表示, 台积电的3奈米技术在PTA功耗、 效能、面积上进行大幅改善, 和5奈米技术N5制程相比, N3E在相同功耗下效能可提升18%, 在相同效能下功耗可降低32%。 值得注意的是, SoCNX不久前还宣布, 将在最先进的2奈米晶片的设计上 和台积电以及ARM进行合作, 将利用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技术, 目标2025年上半年, 开始向客户出货样品。 SoCNX的样品将采用把功能各异的晶片, 进行组合的小晶片、 ChipLite技术。 SoCNX表示, 其与ARM、台积电, 合作开发一款低功耗32核CPU, 该晶片基于ChipLite技术, 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程工艺, 能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伺服器, 5G、6G基础设施、 DPU以及边缘网络市场, 提供最大效能和最高效率。 工程样品预计于2025年上半年发布。 这款基于ChipLite技术的CPU采用ARM Neuverse运算子系统CSS技术, 可在单个封装内进行单个或多个实力化, 并配备有AO和特定的定制晶片组, 为多个目标应用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 当新的晶片组可用时, 可以支持经济有效的封装级升级路径。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 谢谢。